有没有卡住喉咙啊小朋友 有没有 有没有把手消 视频可见 在居民楼的二楼 一名孩子的上半身 卡在了窗户的防盗网护栏 手紧紧抓住栏杆 身子悬在半空 看着十分的揪心 附近的居民听到哭喊声 马上赶了过来 他掉住了小朋友 卡在防盗网 他掉下来了 居民攀叔就在附近居住 他马上把自家梯子拿出来 但高度不够 在附近社区医院值班的保安张大哥 马上又找来了另一把梯子 这个时候一直在旁边 跟孩子喊话的一名年轻男子 马上爬了上去 在大家的合力救助下 孩子成功脱困 记者也找到了当时的这位托举哥高伟龙 这只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情 没必要去怎样 把孩子救下来了就好 高伟龙告诉记者 自己是诸籍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当天他正和同事一起对街道小巷 进行检查工作 听到女童的哭喊声 寻声过来就看到视频中让人揪心的一幕 随后他在下面守着跟女童对话 安抚他情绪 同事去附近借梯子 近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师李倩 和四岁女儿在回家路上 遇见一位温倒路人 这个患者是躺着的 眼颊是往上翻的 那我就感觉很危险 然后嘴里面一直有分明物出现 我说宝宝 你要抓住妈妈的一角好不好 我说妈妈现在做什么你知道吗 救人好不好 宝宝也很乖 南站那边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 肯定是小宝宝也是第一位的嘛 然后宝宝也是非常听话的 那一对小夫妻来帮助我以后 我感觉这个小夫妻比较可靠 后面就是他一直张开 然后我就全心全力地去救这个病人 17号李倩因为帮助他人 获得天天正能量5000元奖励 喂 你好我这边是110明姐 你这边讲说你的店铺要关门了对吧 不是 我的店铺已经关门了 就是干打工嘛 然后打工 这么一两块钱 这样我先把我关门了 江苏小伙陈伟在南京开了一家水果店 受疫情影响生意不好 于2021年4月关闭店铺 南京那边然后开了个水果店 一年之间做到500多家 有500多家会员 因为疫情各方面的影响 然后我的生意就不好 然后就一直亏损 没办法再经营下去了 那时候我手上也没有那么多的钱 我少推了一部分 估计有200多家 我回到家里边多搞几分工作嘛 想把他们钱尽快还完 一个月 嗯 只有800块钱 一天这个 30个小时吧 基本上都在 我每个月基本上去司马发工资 我就过去 给他们挨个打电话 给他们挣钱 这个 几万块钱了 然后我就打电话里说联系警方的嘛 我说看还有哪个客户 没有吹到钱了 然后想办法能不能帮我联系联系 他们说雨的扣着呢 他就年龄比较大 他没有微信 又没有电话 目前为止还有 几只家真的没有联系上 我会想一些办法 把那么钱肯定要还 还掉的 因为那时候 关门了 我们去看下一条 我以为他要跑了 三个月以前 他给我主动给我打电话 两个是他给我退钱的 他退了 490多吧 很意外 很意外 真的很意外 觉得小伙不错 我感觉这个应该做的 对人家说几百块钱 或者几十块钱 我感觉不是那么小钱 感觉都不容易 自己做亏的 自己的事情 要自己承担的 那时跟朋友出完翻下楼 就听见有人在后面喊抓小偷 但是感觉不太像 也没当回事 后面再次听到外面小哥在喊 他真的是偷外面的贼 才知道是真的 然后刚好就撸到了 抓到小偷的这一瞬间 坐近的时候 就听见外面小哥说 这一次终于逮到一个 就感觉他经常就外卖 旁边的人也在说他挺不容易的 也在教育那个小偷 干什么不好非要偷外卖 他过了一会之后 开着所有的警察数据 就把他带走了 就像你一样的这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合